小李坦言可以去打印银行卡名气 但大部分银行卡也已经销毁了 但他投资的纸黄金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理财 所谓的国外投资网站是否真实存在 其中又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另外除了国内的银行的纸黄金业务的网站之外 还有一些国内和国外的其他类型的纸黄金业务网站 这些网站呢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第一这些网站的可信度呢是不能得到考证的 通常是你交易一段时间突然网站消失了 第二种呢这种网站通常会放大交易杠杆 通常是在十倍到一百倍之间 对于一个普通投资者来说投入十万十万元资金 可能呢交易的是一百万的纸黄金 小李投资的纸黄金是否如理财专家所说的一样呢 面对已经全部亏损了钱 能否还有途径找回来呢 您朋友介绍给您的是 介绍给您的是纸黄金这个项目 还是给您介绍的这网站 就是朋友介绍这个项目 那网站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给我的呀 那个网站上是英文还是中文 还是其他的语言文字呢 是好多种语言 有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 就是你打开之后 然后顶上有没有纸黄金这三个字 应该是黄金 那个字 黄金是叫黄金什么 你就是说纸黄金是你给它命名的对吗 对对对 你命名了一个纸黄金 但是那个网站上写叫黄金什么 对 是吧 也就是意味着这个你说的纸黄金 和我们所理解的 就是我们所共同理解的一个金融理财产品的纸黄金 不是一样的 不是一回事对吗 对对对 基本上就是不是一回事 有这种可能 你确定不是一回事吗 我确定 小李坦言 他所购买的纸黄金 与真正的纸黄金并不一样 那他所说的这个网站 又是什么性质的网站 是否所有的钱都被这个网站吸走了 现场专家能否帮助他理清头绪 解开网站背后的秘密呢 这个网站有中文名称吗 这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这个网站你登录了那么多年 你现在能再上去吗 我试着上去 但是已经上不去了 你上不去没关系 但这个网站的平台别人还能打开不 能登录上吗 这个平台呀 反正我偶尔登录上去 你能告诉我个关键词吗 我现在就能登一下看看 我现在正给忘了 总共我记得是十一个字母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还是真的忘了 还是说你俩人可能就没有这东西 也没准他给忘了 因为当时我记得是十一个字母 我们来登录先看看 我们帮你判断一下 你的这个投资方向到底是什么 我现在是真想不起来了 真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小伙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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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